货车司机11号晚间开车行进台中市风势路时 疑似身体不适加上刹车踏板松脱了 结果整辆车失控撞上路旁电线杆 电线杆不但被撞断了还砸毁了一辆停在旁边的轿车 电缆线也被扯到了地上造成有线电视断讯 还导致附近300户的民宅大停电 现场路过车辆纷纷闪避交通大大节 来来来来 晚间就很多台中风势路上车来车往 一让大货车越开越偏迎头撞上 路旁电线杆 所以有一个人刚好走来到旁边而已 如果再慢个十秒他已经被撞死了 大货车这么一撞 路旁两根电线杆直接揽腰折断 擦撞一旁轿车冒出火花 轿车又被断裂的电线杆压得正着 车头灯闪烁直接亮起 车主啦 这个是车主 都没有受伤 只是一丁恍惚 他说他的车子怎么忽然 车子啊 你现在车子要怎么弄 他车子会拖掉走吗 要啊 他不能 警方搞到现场直接大货车车头 严重凹陷扭曲变形 整块挡风玻璃也掉了下来 路旁两根电线杆不但被拦腰折断 电缆线也被朝地上 造成有限电视断讯 还导致附近三百户名宅大停电 路过车辆纷纷闪避 现场交通大打劫 两根 两根都断掉 下午三四点 电台来 可能是车子的那个故障啦 没有停就直接撞到那个电线杆 车货一万贩在十一号晚间就很多 台中一名三十八岁的旅行货车驾驶 开车行进风势路时 疑似身体不适突然恍神 加上刹车踏板松脱 时控撞上 路旁电杆 他说因为一时精神恍惚 所以说不知道怎么就撞到了 由于风势路上车流量大 现场不止警方就连里长守望相助队 都前来协助指挥交通 由于电缆线断裂太严重 直到隔天下午四五点才恢复工电 工厂业者无电可用 无法赶工出货 损失惨重 接着节目上王胜炫 台中苍鹏岛 接着节目上王胜炫 接着节目上王胜炫